最近的诸多热播剧中,有一部开播前期待值极高,但开播第一天就拉垮,几天后口碑却又急速回升,可是如今却又面临烂尾的一部年代大剧。 林小冉和李乃文主演,央视首播的《我们的日子》,开播前观众的期待值极高,那是因为这部剧无论是题材,还是演员,或者是剧情预告给观众的感觉确实都很好。 当然这是在观众还不知道这部剧的具体剧情的前提下。 开播后第一天,《我们的日子》,却摇身一变,从一部年代剧变成了一部大型催婚催育纪录片,观众直呼好家伙,姚妈这是来催婚了。 再加上年代史势不严谨的一些关系,这部剧在当时面临着一个口碑崩盘的危机。 但好在,《小雪花》和《小冬方红》的上线,不仅给这部剧带来了新鲜血液,还将剧情带向了新的方向,也因此保住了这部剧的口碑。 同时,《两位小戏骨》尤其是《小雪花》的表现着实是惊艳了观众,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小雪花》看望小叔王宪安时候的那一场哭戏了,真是骗了不少观众的眼泪。 但也正因如此,《小雪花》将这个角色的高度抬得极高,这就给后面成年雪花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不出意外的是,大雪花崩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跟演员的演技关系不大,确实是周依然的长相和李洛依不是很搭,一看就不像是长大后的样子。 而且,不仅仅是长相,性格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小时候的王雪花只是有些方面很让父母操心,但本质上还是个很善解人意,很体贴的孩子。 长大后的王雪花,总给人一种杂杂乎乎,不可理喻的感觉。 单从编剧给的这个人设来看,雪花这个角色谁来演都得挨骂。 反正就是从小演员下线开始,我们的日子这部剧的口碑开始有点崩了。 此后的诸多剧情都是在一直走下坡路,这其中就包括了这一段完全多余并且无感的三角恋,毫无青春恋爱感反而还拉垮了杨思雨的观众员。 但真正压死这部剧的最后一根稻草,还得是王明忠。 前妻的王明忠人物好感度,不说仅次于小雪花,那至少不会比姥姥这个角色在观众心中的排名低的。 小明忠不仅颜值高,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同时还是极其懂事,万事都为自己家人考虑,可谓是好感度拉满了。 长大后的明忠就真的有点一言难尽了。 严冰这事,明忠做得真的不地道,甚至可以说是很过分。 小时候的明忠,受尽白眼,这种情况下严冰和严冰的父亲不仅没有对明忠表现出任何歧视的态度,甚至很多时间明忠都快住在严冰家里了。 我们可以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来就是明忠先招惹了严冰的。 毕竟青春期的女孩子,明忠老往人家家里凑,虽然是为了跟严冰的父亲学习,但这也是在不自觉中形成了某种因果关系。 不可否认,感情捆绑是不好的,所以并没有说明忠一定要喜欢严冰。 但至少,严冰从小已真心待明忠,但凡明忠把严冰当作一个很好的妹妹,就至少要知道应该给这一段感情一个交代,至少不应该让严冰受到太多的伤害。 明忠作为一个受了严冰父亲这么多恩惠的孩子,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他应该做的,也是一种责任。 可是明忠是真的丝毫不在意严冰的感受啊,直接就带了个女人回家了,还是个有了孩子的离异女子,这下不知给严冰脆弱的心灵带来了多少伤害。 天天这个时候,东方红叶因为感情不顺在自闭,王雪花和杨思雨忙着谈恋爱。 可怜严冰一个人无处宣泄心中的忧愁,才会跑到酒吧里借酒交仇,被渣男钻了空子。 包括后来时针,怀孕,险些死在手术室里这种种剧情。 咱只能说,编剧已经在发疯的这条路上彻底走远,一去不回了。 因为王明中的不作为引发的这一系列恶俗至极的剧情, 俨然成为了压死这部剧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大结局都不用看了,直接抬走。